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工的绝境总长度达62,413米 开工一年多以来 在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客服重重艰难险阻 截至2004年5月底完成绝境45479米 已完成全部绝境工作量的70% 目前隧道施工已进入领级工监阶段 隧道进口 1号施井 2号施井 4号施井 3号施井 5号施井 6号施井 7号施井 7号施井 8号施井 9号施井 大台树井 11号施井 10号施井 12号施井 13号施井 14号横洞隧道出口 乌烧岁隧道通过的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 有第四系软粒石层 第三系泥岩 沙粒岩 三叶岩 沙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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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粒� F6断层 滞留系板盐、千枚盐 F7断层 白厄系沙利盐、泥盐 其中进口到F4断层和F7断层到出口 地层简单、地下水不发育 工程地质条件相对较好 F4至F7断层间的领级地段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F4断层是三叠系沙叶盐 与奥陶系安山盐的分界断层 宽490米 倾向北、倾角60度左右 逆断层 断带由碎裂盐和断层泥沥构成 寒水较少、绝尽施工顺利 目前左线平岛已通过断层进入安山盐 安山盐 为澳陶系火山喷出盐 隧道中出路长度390米 预测围盐为四级 最大涌水量1924立方米每天 F5断层宽度180米 逆断层、倾向南、倾角70度 由碎裂盐和断层泥沥构成 预测围盐五级为主、局部四级 三叠细沙叶盐 长2160米 结理、猎息发育、覆水、渗透性好 预测围盐4级70%、3级20%、5级10% 预测最大涌水量14000到19000立方米每天 开挖后容易出现涌水 是零几段主要的施工地质问题 F6断层宽150米 逆断层倾向北、倾角80度 由碎裂盐构成 五级围盐 断层影响带200米 四级围盐 支流系百盐、千枚围盐 为领极段主要地层 长度3220米 预测围盐五级70% 四级30% 预测溶水量1538立方米每天 盐体破碎、盐质软弱 折皱扭曲、开挖后已出现变形 是地质工作的重点地段之一 F7断层是隧道中白厄系沙利盐 与支流系百盐、千枚盐的分界断层 也是乌少岭隧道通过的最宽的区域性活动断层 断带由断层泥地带和碎裂盐带组成 左旋逆走滑断层 宽度800米以上 轻向南、轻角70度 五级围盐 无水 开挖后 在深埋条件和水平垂直硬力共同作用下 形成复杂的硬力状态 加之其他综合因素出现严重变形 目前震动处理有序进行 迂回倒坑施工基本正常 针对复杂的地质条件 在零级两端三叠系沙叶盐和白厄系沙利盐中的两个地面钻孔 和5号、6号、7号、8号斜紧洞内的八个钻孔中测试了垂直和三维地硬力 测试结果是领级两侧以水平硬力为主 领级地段是垂直硬力和水平硬力共同作用 方向北22度东 最大值22.21兆帕 在滞留系地层中设置的7、8、9号斜紧和大台竖紧 是乌超岭隧道零几公间的关键工程 不仅斜紧长度大地质条件也相当复杂 7号斜紧长3292.67米 截至5月底开挖长度2250米 通过滞留系板盐、千枚盐、F6断层、三叠系沙叶盐 以四、五级为盐为主 进入沙盐后 溶水量明显增大 目前最大溶水量可达8000立方米每天 预测最大溶水量16000立方米每天 采用了排堵相结合的处理措施 8号斜紧长2773.76米 截至5月底开挖长度2553米 通过滞留系板盐、千枚盐和变质沙盐 以五级四级为盐为主 9号斜紧长2428米 于2004年4月10日进入震动 截至5月底以施工右线75.8米 该段为滞留系板盐、千枚盐 维盐破碎、软弱、五级为主 针对易变形的特点 采取知户参数 永久结构加强措施 并正在施作科研试验段 大台竖井 井深516.18米 于2003年11月28日到位 截至5月底 已开挖左线平岛470米 滞留系板盐、千枚盐 目前施工基本正常 为获得乌烧岭隧道建设的全面胜利 全体参战人员 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勇于探索、奋力拼搏 为乌烧岭隧道安全、优质、暗期建成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